上把是表弟丸的女孩不明白吗 上把少阳蓝灵王说碧眼打青帝 却被打得心欲分不保 于是甩锅表弟丸的 没想到再次中车青帝 扬言要吃回来 弹幕纷纷调侃你吃了太子的粪 他父皇不得发飙反吃你了 令我想不到的是局内青帝上演双标现场 来到逼帝环节少阳再次放狠话 这把我 要把我刚吃的粪吃回来 你别急兄弟 然而见到青帝猴子时怕被克制响语点为 弹幕纷纷调侃 而青帝看到阵容有点慌 接下来让我们以双视角体验 少阳的复仇之战 为何逗逼青帝自嘲自己菜 进入游戏 开局青帝让队友看红 没想到少阳还想着偷懒失败 青帝看到蓝灵王不刷也在中路很奇怪 什么中路开 武则天不愧是点藏阵的一队二还能去下路支援 这武则天很快玩 而青帝见到队友会玩后 便教学只要看住蓝灵王就行 给信号刘邦撤退的同时来保武则天倾线 快走蓝灵王要来了 快走 等到三分钟啥也不用干的青帝已经优势 想访红失败 女娃开始发力 当然少阳蓝灵王身为世界第一蓝灵王有点小逆风 一点不慌 别急 别急 也小小的一波买雨 打三部线 当时一波 红索 于是想发育一波 难受啊 完了 又被打爆 这怎么玩 还没开打就爆了 还自我调侃报应来了 昨天吃完白队两把分今天要还回去了嘛 而这一幕青帝看着很欢喜 难道蓝灵王会死吗 nice 紧接着和队友入侵蓝区 喜笑颜开 还有这种事情 身为一个打野不能死啊 等到五分钟来强压中一塔 残血的刘邦突然被压力 这波上就是因为刘邦有大 给大招啊 他不死了吗 不过推掉中一塔已经大优势 回来刷蓝石少阳蓝灵王想抓武则天 给大招 快给大招 别人他死了 大哥来了 空上下 刘邦没空没有传过来 青帝早知道的是少阳蓝灵王 因此前往蓝区继续抓 没想到很快见识到女娲的恐怖 气得标出纯正阴语 你传下蓝 我说的 哎 空两个应该都直接秒 猛打 打敲死 这个冰神卡我了 我穿野怪走的放 复活后之错的青帝红也没笔气拿了 你想要红吗 给你 接着想证明自己一波来到中路 开团猴怎么能躺赢呢 两波死亡直接逆转 队友发起投降 切到少阳这边带线没想到邵思源也飘了 少阳瞬间看到了希望 回到青帝这边支援过来 大小杰还想操作一下就变成夹心饼干 女娲恐怖如斯 有点不对劲 青帝立马认真起来 趁着女娲调点往回关键局势 10分钟开了大龙前去阻止对面换龙 想着极限逃生下一秒就被女娲制裁 什么情况我靠 我都在把战斗 本来我现在都快意外经济了 那里青帝认错 这里少阳一看节奏打回来了 下一秒也跟着认错了 哇 早早大都走了呀 我就在那上 青帝看着孙上香乱杀当起啦啦队 nice 孙上香 nice 不会是你 时间来到13分钟 队友打回优势后 青帝一马当先开团发撤退 大型双标现场 撤什么 谁发的撤退 好像是我自己那边去了 给我撤 给我撤 拿下 最后只剩下个少阳安生叹气 这怎么怎么的 被克制了被克制了 最终轻敌压力自己 这把我是真菜 对不起我的备友 菜 脖子